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霍建华喜提渣男称号 其一是霍建华演了太多此类形象又大热的影视剧 导致有一段时间只要提起这个词就能想到他 这是演了多少引起公愤的渣男角色 才让大家对他的屏幕形象如此极以优深 我们一起来看看霍建华都演了啥 徐长青作为蜀山被寄予厚望的大弟子 从小被蜀山的五位长老教育的光风济月 待人温和有礼刚柔并济且有侠者风范 看似是心思单纯的实则纠葛复杂 遇到子萱前他是先锋到谷的小道长 以守护苍生为己任路建不平言语劝阻 解救天下苍生是他一生最大的愿望 单从大义方面来看他足够完美 即使不算深安人情事故也可以做到客己复礼 就算是个陌生人也愿意毫不犹豫的伸出援手 他有悲悯之心符合得到纯仙的标准 却从不居高临下做一个刻板的审判者 面对不符合常理生存下来的龙葵 也马上就去度化他 而是帮助他正常在阳光下行走 他的复杂是观众难以读懂的 但降妖伏魔的心一刻也未曾更改 子萱和他纠葛了三世都不愿意了结的情缘 终究还是抵不过几个师尊的阴阴期盼 和他心中的责任 女娲后人更平添了人心的真实 她是自私的 为了苦苦追寻不得的爱人 并封了自己的女儿 说她是个偏执的恋爱脑也不为过 徐长青对子萱并非没有感情 只是她更清醒 所以在使命和感情之间 还是选择了前者 即使对于子萱来说 她是个渣男复兴汉 可是于苍生面前 她无愧于心 或许子萱也不会知道 后来的一场大雪 是徐长青为她下的 而他们都没有饮下忘情水 或许 必才是更让人意难平的一种美学吧 白子化长流长线 从继任掌门之位 就要断情绝爱 不能有儿女私情 承袭长流长门之位 是她的宿命 面对朝夕相处的子萱上仙 冷漠拒绝 导致她一念沉默成为舵仙 也就是说不喜欢的 她会明确拒绝 所以白子化并非不会拒绝人 除非她真的喜欢 她和花千古之间 难道只有师徒之情 而没有半点私心 并非二人之间不一般的感情 是白子化起的头 花千古命格不佳 从小就被排挤 没有朋友 在16岁生辰这天 遇到了来人间历练的白子化 她还为她修好被烧坏的房子 给她庆生教她防身术 白子化在救助完花千古之后 本可早早离开 可她带花千古的不同 让单纯的花千古兴生勤募 白子化被花千古当成重要的朋友 到长流区的墓地 也是为了寻找她 刚开始败入师门 走进三生池水市 她走过绝情之时 没有半点感觉 心思纯净 是多情却不嘴硬不承认的白子化 率先留情 还敢问 我在她的心中 真的那么重要吗 白子化看花千古 是眼底那一抹复杂的神情 早已证明了 她对这个唯一弟子的与众不同 宠溺也体现在日常琐碎的细节中 本不须食人间烟火的她 吃了花千古亲手做的糕点 花千古练功走火入魔 白子化耗费正气就她 花千古去太白山之园 白子化送去刘光琴相助 就连81根灭魂钉 白子化也替她承受了大半 她的每一个行为动作 都在诉说着不一般的情愫 却从来不敢证实自己的感情 一味的想除去妖神 妖神蔑视的预言 让她始终没有真的相信过她 所有爱护和相信花千古的人 皆已允命 如此众叛亲离的她 怎能不黑化 就算这样 她也没有想过去报复 和众人同归于尽 口闲体正直的白子化 能不是渣男吗 如意传中的渣渣龙 与如意是两心相知 不过和江山比起来 她只能算是锦上添花 两个人也曾私定终身 但是她也算不得心肩上的毒宠 皇后和贵妃 一点点试探着他们恩爱的底线 从刺封号开始 就是恶毒的算计和针对 渣渣龙并不是不明白 是谁再在从中作梗 可她出掌皇权 选择先保全自己的利益 面对后宫的阴谋诡计 她让如意忍气吞声 一步一步在权力中迷失了自己 渣渣龙说为了保护如意 明知是陷害 也把她打入冷宫 在这个地方连饭都是缩的 如意没少被人欺负 放蛇 火烧 下毒 冤枉她私下祭奠故人 冷宫里谁都想踩一脚踏 差点害得如意香笑郁郁郁 外部尽现了难得的美人寒香剑 她当时就迷了心窍 剑一丝签 不仅跟寒香剑拍地后 才能同框的合照 不仅给了如意一巴掌 还破口大骂她是个毒妇 怀疑如意和林云彻有点问题 就把林云彻变成宦官 丝毫不顾及当初在冷宫林云彻 维护如意的旧情 心里肮脏的人 眼里看什么都是脏的 她每天故意在如意面前 百般折辱林云彻 半点也不想他们二人 经常无视生非 间接害死了林云彻 也凉透了如意的心 为了开心 竟然宠信了一批青楼女子 有时添加颜面 如意作为激后 前去制止 谁承想下一秒 巴掌又落到了她的脸上 终究让深爱她的如意 本就凉透的心彻底寒了 古时断发乃是大忌 她却自断绣发以此明智 算是当场了结掉 多年的夫妻之情 也断了自己仅存的 一点求生意志 自私自利的渣渣龙 竟然在如意去世以后 上演了一出情深 不能自意的戏码 绿梅的枯枝 经过漫长的寒冬 竟然伸出心雅 可这真的代表走了的如意 真的能放下了吗 枯木可以逢春 可人死却不能复生 曾经墙头马上 情深及许的少年郎 终是变成了独断自私 薄情寡义的陌生模样 相比于前面几个 人见人厌的渣男 霍建华也诠释过 不少讨喜的白月光 毕竟单从长相上来看 美眼如画 古装扮相俊朗 和胡歌同框 也丝毫不淑的 他还是有实力的 比如轻视黄飞中 冷峻却痴情的刘连成 虽身份高贵 却一心向往 平凡宁静的生活 对宫廷的尔与我诈 互相斗争 早已厌恶透底 偶然一次 与楚国公主马富亚的邂逅 让连成对这个盛行 洒脱不矫情的公主 一见倾心 觉得二人志趣相投 可富亚只当她是知音难得 后来 刘连成的亲信 间接导致楚国破裂 害得马富亚流落街头 导致她生了愧疚怜悯之心 势而复得的人 更要倍加呵护 相比于对一心 倾慕她的马湘云的冷漠决然 刘连成看到马富亚 则是好的掏心掏肺 为了追求爱情 刘连成不惜付出生命 或许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吧 她一生为爱痴狂 至情至性 戏里的霍建华 虽然是爱而不得 戏外却出人意料的 抱得美人归 谁能想到老干部 居然把林心如娶回家了呢 这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 大团圆结局了吧 再说雪中五箭的名场面 霍建华要是称第二 只怕没人敢称第一 都说男一号是写给女主的 男二才是留给观众的 这一次是两个雪景牛 X正的强强联合 要说大雪风飞中的唯美镜头 刘诗诗的落雪红梅 英式榜上有名 挨挨白雪中红衣的诗诗 手持梅花翩翩起舞 梁晨眉景又有哪个 看客不为之心动呢 女一名非传 要说诗诗和雪景当真有缘 霍建华和她 也曾在雪地里一起舞剑 用树枝舞剑的少年 笑艳如花的少女 不亏是和雪地完美适配的男人 飞雪的映衬下 清爽的少年感扑面而来 地树枝加挑眉纱 谁看了不说朱祁正好会 霍建华的素颜照样抗打 睫毛巾挂得住雪花 或许这就是张翰 想要却拍不出来的效果吧 每年寒冬出雪落下的时候 是谁的地端内又冻了 武师郎里霍建华 又让大家看到了 不一样的老干部 除了放飞自我的 各种女装扮相之外 在这部剧里 还一个人演了自己的老爸 还有老妈 就连刚出生的自己 都是他扮演的 不得不说 这部剧不仅雷人还落眼睛 老干部在这部剧里 确实挺平的 那些说霍建华演戏面摊的 是没看过武师郎 演艺生涯 就演了这么一个逗笔 谁能想到禁欲戏的尊上 还有如此不在乎形象的一天 可能是他面部表情 最丰富的一部戏了 也从侧面反映了 老干部演技还是在线的 结语有人说 天下渣男千千万 霍建华演的占一半 也有网友说 霍建华是因人而异 其实不同类型的角色 他也尝试过很多 在剧本的选择方面 并没有均利于同一款类型 出圈的白月光 他也可以演得到位 和胡歌以及林心如在一起 就不演渣男 要不您品品 您细品